我看是必須要正視歷史 歷史是發生了 你暗中也都告訴你 香港其實是最後守著這條線的地方 如何逃避血洗這責任 人人許改寫細節 為槍聲震撼流血在塵線 愛國就永遠放棄說舊事 六四已判返革命標誌 在望中未能傳播急速清楚 只會衝鑑成往事 還未到此 而六四的信念再為於生火相消 只一十歲忘記 行客與男孩之間 怕有一氣餘再變得默然 六四那晚雨也沒參與 眉暑又沒迷人性 不想堅持為了生活重裂 誰仍此詞 而六四的信念再為於生接半數 即使眾人忘記 即使眾人忘記 逐過淚懷念星光處處 這生火繼續 這生火繼續 空下 空下 不 effectively 詞曲 李宗盛 是核心 核心價值 他想說些甚麼 我真是 不想聽說話語無論詞 不如同星期二在十點 聽我們的新界最前線 新東版主持有 萬必因新港 貌謝 新西版主持有 物業成 李惠妍 一同東西法力個半鐘 I I Stay and 城市再論壇 嘩 怎麼說得那麼麻煩 等我說 城市再論壇 逢星期三晚十點 時間不變 繼續有我星視醫生 馬草黎 劉翁 還有火爆叮噹嚴達明 不遂師兄 繼續發聲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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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和我孫子去泰國住兩天 剛才的休息很長,長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些太有恩賜的豬頸肉 串燒,整幾吃東西 因為今天就太匆忙了 今天這一節,我們也要聽電話 很久沒聽了 馬上嚇到人家不打來,明知沒得說 不是的,聽眾的質素很高 不過還沒聽電話之前想問我兩件事 其實現在立法會剩下的會期還有多長? 好,明天後日6月6日 樂曼帝登陸6日 6月6日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7日 然後到7月 7月就兩次 6月6日 6月13日 20日 27日 7月初 7月4 7月11 7月11 18 18 18日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這裡有個問題 固然那個版權修訂案 沒有了 但是他會不會有可能在7月1日之後再扔上來 再找尾行 沒有期的 我現在告訴你 現在優先次序就是 現在競爭條例草案進行二讀 剛才我講過了,至少都搞兩個星期 OK 即是搞到6月13日 最快的了 當你去泛民不拉布 你不去發表意見 或者每次講五分鐘 當你這樣 因為他們想這條法例通過 嗯 你明白嗎 民主派支持競爭條例的 大家記住 所以他未必會拖慢的時間 如果你將競爭條例的二讀時拖慢 目的都是要針對5C14局 OK 但如果民主派都不做這件事 那就沒有了 是吧 但你都要開到6月13日 那6月20日就決議案來 就排 即是那個決議案 跟著就來的了 但決議案之前呢 有些法例呢 也是要來 譬如說包括這個 條解 那條法例 這個 法援 現在那個一手樓賣賣 還在那個審議 即是處安委員會審議的 那我們估計 怎樣 他7月都要拿來的了 那有成十條八條法案 跟著在排隊 即是除了有競爭條例之外 是吧 然後 就讓梁振英來了 即是梁振英 押了什麼呢 押了什麼呢 押了什麼位子呢 押了那些議員的動議 因為那個是沒有弱圖力的 那個那個 即是沒有那麼緊要 即是可以這樣說 即是你議員口水而已 對呀 讓你說而已 沒有實際意義 那個累積都有十四個動議 辯論 十四個 一個那兩個鐘 都二十八個鐘 排著一個會期要完成 那你就一直退 換言之現在先行競爭條例組案 跟著其他那些法案 跟著就是五C十四局 跟著就是到議員的議案 那你什麼時候才能排到新的那些 是吧 那他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蘇錦良就說 希望在這個會期裏面 可以審議這個版權條例 那他是官式這樣說而已 他不可以告訴你 我們這些都搞不好 都是留下街 他不可以這樣說 但他客觀的事實就是 這個版權條例已經完結了 不是今天說 是我還沒有 就這個議員出決條例 打拉布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你記不記得我在這裡說 小勝一場 我公開說的 當我們 就是說那個 出決 這一條條例 我們一千三百零六條 修訂案 這個立法會秘書處看完之後 就是立法會主席接受了之後 我已經公開宣佈 我們現在小勝一將 小勝一將的意思 就不是只會推倒這條 所謂惡法 而是另外一條 所謂網絡二十三條 就沒有辦法在這個會期裏面 在立法會上異讀 這個就是小勝一將 火燒連環船燒了一隻 這個怎樣是小勝 這個大勝 另外再燒一隻船 就是五師十四局 所以記者問我 你這個拉布成功還是失敗 我當然不可以說成功 因為我最終的目的 都是希望 政府收回這條法例 在這個情況下 他這條法例三道通過 我等於是失敗 但是失敗歸失敗 我是令到你版權條例要收回 令到你五師十四局 現在騰鄧鎮 還有過去一個月的拉布裡面 也凸顯了很多這些 立法會各黨各派的醜陋面目 所以在這方面 就由公眾去判斷 但是主要針對這條惡法 我們是失敗的 我沒有辦法拔他下來 但是我沒有辦法拔他下來 大家都會同情我 責任不在我 責任不在人民力量 責任在曾鈺成展報 責任在你西環去吹雞 然後將立法會 整個立法機關 將他扭曲 說句難聽一點 就是你政治赤裸裸干預這個立法 很明顯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們就不可以說自己失敗了 讓公眾去判斷 當然我們自己在議會工作 到最後出這一招 但結果還是沒有辦法奏效 令到法例收回 過去在議會歷史上 也有很多人搞拉布 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令到法例收回 也有很多人拉布 結果是令到政府讓步 收回法例 對嗎 我們在這個目標上當然是失敗 對嗎 但其他有很多編制利潤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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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多些人認識人民力量 這個又帶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會期完結之後 可不可以說整個人民力量的選舉工程 是進入一個高峰 現在我們基本上 如果大家有留意 當然上網看得比較多些 主流媒體報導很少 其實報導的選情 或者選舉工程 現在的報紙都是放在花邊新聞版 或者新聞版裏面就說 某黨會找多少人去選 哪一個 特別知名度高那些 就拿出來講一下 就是花邊式的 就是整個選舉 進入一個 報紙或者主流媒體 會比較多篇幅報導的階段 我想怎樣都要去到七月 是吧 但是其實很多政黨已經在那裡 鴨子話水 意思就是說 鴨子話水是為什麼 那些鴨呢 你見鴨在水面上動的時候 你看不到他們的腳動 是不是 但是它隨時這樣走 是不是 這些叫做鴨子話水 下面就是 就是你上面不動 下面在動的 你明白嗎 你不太覺 對 這些叫做鴨子話水 教識你的詞 就是鴨油的時候 你是不是看不到這隻腳動 你看不到這隻鴨子的腳動 看不到的 但是你覺得它很怪我 這樣走 原來下面在動 動得很快 對 動得很快 那叫鴨子話水 就是現在很多政黨就是這樣 譬如你民建聯的那些雙腳 那些腳已經開始動 你見西環現在要支持這個 謝偉俊 謝偉俊 就是說西環給他的那些雙腳 那些腳全部都在動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對於建制派來講 特別是民建聯工聯會 這些因為有中聯辦 就是三個組織 中聯辦、民建聯工聯會 就全部都在動 是不是 民主派真的沒有動 是不是 民主黨的腳都在動 但是公民黨就慘了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明白嗎 公民黨 算我講 其實我都對他們很好 就是黨搞下去是不行的 就是 今年 我想是 可以說是 公民黨的危急存亡之秋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人民力量 都要選的人 都很勤力的 你看到萬必 劉翁 甚至皇上都很勤力 反而我和大舊都沒有做事 你們不能動 原因是因為 你就是在拉布上面 是啊 我們去議會都搞死了 哪有得動 我現在只是我的職員 開街站 然後每個星期 我去做一次居民會 都在動 當然 大舊和我 因為我們是現任議員 我們比較好處 有很多事情 本來我們都在動 加上我們的知名度比較高 另外那三個區 是艱難的 大家不要讓互聯網 或者Facebook 看到那些東西去影響 那你會輸到很混亂 我告訴你 一定要自己在區裡 親身感受到 那些民眾 究竟對你認識有多少 還有那些宣傳單章 一定要做得很到位 不要人運逆運 你明白嗎 還要分階段性 現在是sale個人 讓人知道這個叫陳志全 只是知道你萬必無用 讓人知道你這個叫劉家鴻 是人民力量的主席 把投票都沒有萬必 是啊 把投票都沒有流 讓人知道 你這個叫王陽達 針票沒有皇上 就不是皇上 OK 你如果看到那些互聯網 Facebook那些 那你去嗨一輪 到頭來就真的嗨了 嗨的那個嗨 我現在告訴大家 對不對 所以我經常都潑他們冷水 你和我不同 你和大舅都不同 大舅是很紮實的地區工作 到今天為止 每天 就算他去了溫哥的話 他也是利用電腦在做個案 我可以做證 你可以做證 是嗎 天天剛剛才復原 今天復原教 沒有大舅 在做個案 這件事 你們看他好像 現在去了加拿大 過幾兩個星期 對不對 我所理解 天天都在做的 大哥 我們也是天天在做的 阿哥 是不是 所以 你一定要利用那種 就是由早到晚 只是一個早 早上沒有用 早上晚上也要有 中間你沒有空 找人去做 基本上你現在當作工 是嗎 我在這裏再煩一點 說一次 做得稍為像樣點 密集點 那叫物業成 OK 他現在很多人在幫他做的 是不是 因為他都在拼命 是嗎 是嗎 我們希望兩個都會中 是嗎 但是如果你說 他 可以分薄了大舊的選票 那真是大陸 是不是 是嗎 是嗎 兩個都倒楣 這樣就算了 你幹什麼 所以這個我們 跟著到最後 都要做一些評估 是嗎 當然現在他是很勤力的 沒有出力選 就要勤力 你的基本要求 所以勤力也沒有用 有時候 叫得其法 你不得其法 也是死的 是嗎 所以我跟別人說 你不相信 你沒有1000個義工 你不要告訴我 你在搞選舉 是1000 我在這裏告訴大家 是1000 OK 是超過1000 是嗎 你沒有1000個義工 你不要告訴我 你在搞一個多議席單票的 大選區 中型選區 這些大選區 都算是 的選舉 好像新界 東西那些 是百萬選民 是嗎 記者都記你去找 譬如我們九西 有40萬登記選民 有一半人去投訴 都說20萬人 是嗎 新界東西那些 是很恐怖 一倍的 是嗎 所以當年我 代表社民聯合參選 我得票的比例是最高的 你不要看我的票數 就是3萬7千多票 是嗎 但是我的得票率 是最高的 你明白嗎 包括五區公投 都是 是嗎 因為我的選區 選民人數比較少 那些大選區 是很恐怖的 是嗎 所以 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在這些大選區 去參選 尤其是 倒數 只有100天 都不夠 是天天 由早到晚都要做 就不是去清廷點水 早上浮一浮頭 登張上去Facebook 自我感覺良好 那我告訴你 一定是很興奮的 是嗎 是要做事 還有這些訴求 整個競選的文宣 組織動員 要編隊 很多事情 是嗎 我呢 整個六月份 我都會在九東 我自己九西的選舉工程 我就不做 我七月份才開始 做D 真正衝刺 我就在八月 但是九東 我整個六月份都會在九東 我告訴大家 是嗎 因為九東 你黃陽大 沒有人認識你的 你走到藍田秀茂平 由唐灣 這些地方 是沒有人會認識你的 到屋邨 是嗎 所以是要加多兩千肉緊 是嗎 我希望大家 當然 將你們的工作 放上Facebook 我是不會反對的 這是一個宣傳 是嗎 但是 不要當那個 有些人留言給你一百幾十人 有幾百個like 你就當自己發達 我告訴你 一樣是沒有人會認識你 你現在走出來 麥葉城也好 劉翁也好 陳志全也好 黃陽達也好 你試試自己去做民意調查 看看有多少人會認識你 如果大家不打定這種輸數來搞選舉工程 一定會輸到你 混蛋 開票出來 還有蕭若元先生 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 我現在告訴你 我必須在這裡提醒 是嗎 選舉不是這樣的 選舉是一票一票 是要靠你自己去經營回來 當然 我又可以這樣說 大家不用那麼傷心 讓我講得兩講 嚇到牙 腳都軟了 我們人力現在是上風 OK 整個大形勢是向上 只要大家不出錯 我們是有機會 每區都可能有一席 OK 這個不是盲目樂觀 因為勢是向上走 你看什麼就知道 看到有些濕溝評論員都說 嘩人略著數 你明白嗎 連這些盲目 都在這樣寫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的勢是向上走的 但不要坐失先機 不要坐失先機 你知道選舉 你不要說自己做什麼 你說別人做什麼 你就會抹汗 我告訴你 在九龍東 或者九龍西 這些民建聯 或者工聯會的外圍組織 是多過你義工 多過你現在人力的義工 還是有資源 有錢有人的 OK 你害怕嗎 那你害怕嗎 你不要說另一個 只是一個文協 為何馮檢基這麼老定 去選這個超級議席 然後被那個九龍西的位 被譚國叫他去選 這個人望之不似 人君知名度又不足 但我可以告訴你 他的位置也很穩陣 他未必拿到 馮檢基 得過三萬五千票 馮檢基在04年 他跟老虎仔加起來 成六萬票 OK 大家看看紀錄 到我去選 我叫他九千票最少 到一萬票 是嗎 他拿三萬五千票 輸給我二千多票 他都覺得旗子大辱 老實說 是嗎 但為何他這麼放心 可以讓譚國喬去選 我記得我說過很多次 他只是在深水埗 一個大的選區 九西就是三個大選區 組成的 一個就是深水埗區議會 一個就是九龍城區議會 一個就是油尖旺區議會 在這三個區議會的選區裏 最多選民的區就是深水埗 最少人是油尖旺 九龍城包括土瓜環、碼頭圍、紅磡、河民田 這些地方都不少人 但跟深水埗被爭取 深水埗有十四條公共屋邨 我現在每條公共屋邨去做居民會 是嗎 你毛孟靜想去選 天天就縮在大角咀的新樓那裡 教英文 深水埗有多少條邨你都不知道 南昌村、富昌村都可能會撈亂 海麗村、澤安村 數屋村、李正屋村 你數吧 下都沒下過你 認識你老鼠嗎 是嗎 只是一個九西選區 你會看到 為何馮劍基這麼老定 他有社會企業 現在拿政府的錢 去幫他拉票 他幫載培訓局 有一個培訓中心 在長沙灣 你看多漂亮 美輪美換 用政府的錢 去幫他搞培訓 每天就吸收很多人 一進來就登記做選民 拿了資料 一投票 這些就是裝腳 我現在告訴你 你人民力量哪裏有 你社民哪裏有 你公民黨哪裏有 你選跳舞 公盟為何這麼穩陣 公盟又拿政府錢 街工 街工 又拿政府錢 這些所謂民主派 政治組織 全部拿政府錢 各位 是邊商 幫他拉票 保住他的位子 工聯會更加不用說 自己三十多萬 的會員 然後開很多班 那麼多中心 那麼多好處 那些裝腳 一選舉前 一吹雞 全部自己各自在一個範圍 就在動 你人民力量 哪些地方可以動 你告訴我 所以我經常提醒各位 這是一場硬張 當然 任何選舉 任何政治組織 都要從無到有 他必經一個階段 如果人力 在一個政治的大氣候裏 這些少數的反對牌 在一個政治光譜 有十多個巴仙 你可以佔盡 這十多個巴仙的優勢 你每區一直是很穩陣的 但現在有社民聯 幫你分票 社民聯還沒死光 社民聯 尤其是這次的拉布 你很吊詭我們就救回他 本來他就死了 是嗎 一個拉布 我們救回他 是嗎 現在大家 就將社民聯 和人民力量相提並論 是嗎 我說過很多次 我們不想社民聯 我只想社民聯 其中一個人死光 大舊叫我沒有說 那我就不開名 我不想社民聯 分票都無所謂 總之 所以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是嗎 但是人民力量 一定相對比社民聯 佔優 這是必然的 是嗎 這應該是整個客觀的形勢 發展 我告訴你 但是我們都不希望他掛柴 至少長毛那一席 是可以保得住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場選戰 是很難打的 我自己 經過幾次選舉 我亦都負責過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負責過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也是少帝負責的 五區公投 我沒有負全責 就交給屠君行負責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 即不是五區公投 糟糕 是我糟糕 說清楚 說清楚 大家以為 是否五區公投 沒有負責 當然是我糟糕 是嗎 他當然沒有糟糕 他收了肥肉 200萬 怎會糟糕 所以你看到選舉工程 我們靠什麼呢 組織動員 裝腳 我們跟別人是無法比的 我們是靠文宣 靠意識形態 所以必須要 令到我們的論述 在電視的選舉論壇 一出聲就是殺了 是靠這樣 所以我曾經有一種說法 民主派的選民 如果你多些選擇給他 多些新人王出來 這些新人王 每個人走出來 無論形象 和論述能力 都會比現在這些犯團 優勝的話 你就有機會贏 這些新人王 第一 要論述能力很強 第二 第二 形象很突出 第三 年輕 這三個條件 足以令你搞定李永達 搞定何俊仁 搞定這些 所謂舊的民主派 做到 人家一投票又是你 混蛋 拿那張選票又是你 當他覺得 不是又是你 有個王陽達 咦 新東 有個陳志全 說到 有那肥仔麥 人力的主席劉家鴻 這樣就行了 整個選舉工程就是做這件事 我告訴你 對吧 所以今天這一段 我希望參加選舉 原本是要聽電話的 而且是有結話的 參加選舉 那些年輕朋友 希望你們留意 我講這一段 基本上是告訴你們 不要以為 這一場選戰 是很簡單 對吧 你要裝腳沒有裝腳 要人沒有人 要錢沒有錢 是靠文宣 靠意識形態 形象 論述 你怎樣找人 你都不會比別人多 你不會比別人多 你不會比別人多 除非假設這樣 如果現在 你有一千萬 那我每天 我只要五十元一個小時 請人幫我派單張 或者做什麼 做什麼 這個不列日選舉經費 你有本事 這樣還可以勉強 只是勉強而已 選舉裡面 其實有很多人物 例如我們自己 例如我 例如我 我08年去選 靠什麼 就是靠自己英俊 靠什麼 有裝腳嗎 有政黨去支持你嗎 我大氣社民連 還是社民連大氣我 對不對 這個很清楚 在08年選舉 誰大氣誰 當然是我大氣他 是嗎 那你靠什麼 就是靠 靠人 就是靠狗犀 我投開 逃身 馮檢基 毓文 我投給毓文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幾個新人 有沒有辦法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所說 你是新人王 OK 我不選李永達 我選你麥葉成 OK 我不選這個湯家驊 不選這個四方西 我選陳志全 我選陳志全 這樣 投開給四方西的人 那票不投給四方西 投給你陳志全 那你就贏了 每度撿回來 那你就贏了 所以記住 我剛才前面說的那段 你聽完之後 心裡都說了 但後面那段 你聽了就會開心 那你自己回去照鏡 你是不是新人王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我去看見你 我去看見你 好嗎 我去看見你 你不見你 我去看見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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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